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好啊 但这都是修正过程中的一些境界 就是善境界嘛 因为对你造成了一个影响 就是你心情很舒畅 因为很开心 很喜悦 觉得跟上面相通了 所以这个就叫善境界 如果让你很恐怖 很难受 那就叫不善的境界 但是修正过程中经解很多 这个善境界呢 但是这个善境界呢 还不是叫见道空训 见道佛佛佛佛佛佳 还不是 但是你医治了这个善境界 很开心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在修正上 说明你有了一些善的功德 就善的功德 善报熟的时候 他就见到很多善境界佛佛佛佛佛佛 但是这些境界呢 他不是每天见 他会生灭 他会消失 问题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你不是在 正得离向以后 又见到这些境界 你是用着向的心 在见这些境界 就是金刚经说 离切向极切法 就是说虽然到最后 空性也是这些 空性不会说是 就像虚空一样 你在旁边见的 你最后见的 仍然是像 因为一个程度 他最后始终在时空里 见空性 他不是离开时空 你离不开时空的是吧 没有可怜 就是说总是离向以后 就是已经破尽一切向以后 集一切法 就是说 就是时候是说 一切法都是空性 就是说你看到的 那个幻境也是空性 没有一个法不是空性 但是呢 是你离向以后 你抽离出来 离了向以后 真完以后 你再去看到这些境界 那就是真实不虚的 但是现在你说的 我只能说你叫境界 不能说你真还是假 我既不说它是假的 也不说它是真的 但都是空性 不管我们是梦里面见的 还是在禅定里面见的 或是出现了幻觉 或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离向 那么你这些境界就会丢 就是说今天见了 明天见不到 就是它就会生命法 它就会丢掉 就算你有时候 而且还会很失望 有时候比如说 你一直见 突然有一段时间 见不到了 你就会求想见那些 然后就会产生欲求 而且甚至产生烦恼 甚至会说 是不是我退步了 对自己下 所有的一切 你这个善境界有生灭 就是因为 你这个善境界 是因为果报得来的 报得来的 就是功德之报 或者善报得来的 或者与佛菩萨的相依 或者素食修行过 与诸佛菩萨上师相依导致的 不是你离向以后 你拿空性里见到的 也就是你的正量不够 你没有正德 如果你正量够的话 随时见 你想见阿弥陀佛 想见哪个菩萨 随时起用 随时起用 那不是神徒 他就在这里 空性无处不在 你无处不在 佛菩萨无处不在 你随时起用善境界 你想突破尾度去见 化身无数 你想干啥干啥 你把它叫神变 或者叫什么都行 但是你现在就容易丢上 你说 你看我修了这么就见了两次 你就不能每天见吗 你见得那么开心 每天见吧 但是我就见了两次 主不是你这两次 就是因为见了两次 见多了还烦呢 就因为见了两次 因为挺开心的 是吧 是吧 大家每天见多了 都挺累的 当时的那种 就是那个半个小时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就急了时间 你如果是还没有破迹象的时候 我不能说他不是 也不能说他是 我就不能说他是 是吧 也不能说他 如果是我说是 就是那样吗 也不是 知道啊 但是我能说他不是 你说 你现在没成到以前 你说你不是 本子不是福啊 也不是啊 你是啊 但是你就没醒来 你说是不是 你没有错误吧 没有原觉 所以你那个境界会生灭的 极乐世界不生灭 是吧 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最起码 相比较你那个境界 极乐世界一直在这啊 对吧 这意思就是我感受的 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感觉 就算是吧 你既然那么开心 为什么不信呢 为了你的开心也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说是 你很喜悦 你又不执着他 为什么不是呢 对吧 为什么说他就是坏心 就是坏心 你喜悦白喜悦了 一定要把自己打到地上 他那种心里的清凉 什么叫坏心 你明明这个东西 大家休息的时候都是 这是幻境幻境幻境 吃在嘴里也是幻境的 都是幻境 不过你就是吃了个幻境而已 那个幻境很真实啊 然后你在餐厅里面见了个境界 说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个真的假的 你告诉我真的假的 佛说假的 然后你就说每天吃假的 每天吃假的 每天吃假的 你不能不吃吗 他假的你还吃他 不能 饿 是吧 一直我们都是 因为人类 在你着想的时候 你的快乐都是一直一个境界产生的 在你着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状态 我有个善境界 我很开心啊呀 我清净了 我终于不散乱了 是吧 我也很开心啊 我进步了嘛 是吧 我很散乱 今天我做了三个小时 我寥寥分明 如如不动 全身放光 我很开心啊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就是进步了 是吧 清静了嘛 但是我说你这个会生灭的 你这个境界 你是移植了一个清静的境界 你觉得你很开心 你这个开心会丢的 明天没这个境界 你能开心吗 是吧 没那个境界 你觉得我们相应吗 是吧 你的心是移植了一些境界 知道吧 但是比如说我们 我们开始动了嘛 我们开始很散乱 那佛说你要静下来 你看所有的都说先静下来 静下来修止嘛 就静下 仔细忘心 杂念 然后修止静下来 但你要知道这个静也是个假象 相对于静 动建立起来 所以你静也不能住 不住动也不能住静下 但是一开始为啥要一直静下回来呢 那既然动静二笑都是假的 那为什么不一直动下呢 是因为众生没这个能力 他一直动的时候 他就乱动 是吧 他就像这个杯子画画画 他看不起杯底 是吧 这个杯子乱画的时候 他想看起水底是很难看 所以让他沉淀静下来 但这个静也是个假象 你不要以为这个静是对的 你头脑里面建立起来一个 二元对立的假象 但是一直这个静就能看起杯底 对普通注生 但对不早 已经不早动静二相的重生来说 动作也能开啊 是吧 但你还着动静二相的时候 你只能是 我先从动相进入静相 是吧 我先从这个动乱动的散乱的相 进入一个静跟直的相 进入这儿 我不注止不注静啊 又把自己抽 然后动静二相动不着啊 这才又破了第一层执着了 但是你这个动静二相 还是人道的认为啊 你认为你静了直了 你真的静了直了 地球在自转 你气血在循环 新城代价在 你的早生的头发在长 你的指甲在长 你什么时候停止过 但是你坐在这儿你说 哎呀我今天老师进步了 我一个念头也没乱下 我呼吸也很均匀啊 我好像直立得定了 老师说 是得定了 你就是那样的 是吧 但是你这个直静定 是相对于人道产生的 你我一出地球 你就不动了 你站在地球一直在动 你怎么会不动了呢 一直在那乱动 你出来就没进过 但是相对于你的散乱 它进了嘛 相对于你的乱动 它进了嘛 相对于你的妄想 它指了吗 但世界指了吗 你的意识指了吗 你没有 你还没指到那个抛 你没出三界以前 你的意识的流动 有一个动的事 就是说司空 你没指下来 你还在三面里边 是吧 时间能停下来了吗 在你这儿 所以你这个指还是相对建立的 相对于你建立 在人道一个定义里 相对于你建立起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指是不究竟的 你这个指 在人道你这个定的指 是建立起来一个概念 但是人力就一直这样一个向来去定 来去看清真相 看清真相 知道吧 而且这个动革静 两个都不可得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向 让你得 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静相 跟定相 定的状态 因为你最后无我 谁在定啊 所以这个定跟静 这个指 只是一个依止 你现在依止这个境界 产生了很开心的状态 就像依止一个定 我看清真相 你说我这个定是真的假的 你依止一个善境界 开心 也是真的 谈不上假 是吧 但是你说 执着了这个境界 使有 执着了没了这个境界 我就不能活 没有这个境界 我就不相通了 也就错了 这叫执着境界 你说没有这个境界 我们就是不通的 我们就没个善别解头 这是错的 你没有这个境界 一样的开心 这才是 不住动静而下 不住善 不住善境界 也不住不善境界 你才是无所住 这个时候才是对的 不住空不住有 不住动不住静 就是这样 禅宾里边是一样 这样修 就是说你明天看见这些境界了 相信佛菩萨跟你在一起 无处不在 然后你逐渐地修修修修 有一天又看见了 看见又来了 没看见他也在那 不住哪 哪个也不住 哪天出现个恶境界 你也不住啊 一样的 恶境界也是个环境 这是善境 因为我们喜欢善境界 喜欢好的境界 美好的 喜欢佛菩萨的像 那我们就喜欢这些境界 那就很开心啊 不喜欢的就很讨厌啊 很烦啊 怎么不喜欢的老来呢 比如有时候我们有病啊 或者什么 就是假如期末有些不通 或者里边有纠结啊 你期末到达那个 那个不通的那个地方 过的时候 你就会做噩梦 有时候 还有你就会做一些 有些境界就变成 不开心的境界了 那个时候 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他可能是期末过的时候 也就把那些东西拍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鞋